金星秀停播了,主持人金星在8月30号发微博说,谢谢观众对金星秀的支持和爱护,后会有期,微博配图,是他和另一位主持人沈蓝的合照,说来奇怪,虽说评价刀扁不一,但金星秀的确是一档很火的综艺,节目做得好,只会一记接一记,怎么可能突然停播,网友纷纷猜测,讨论停播原因,还没讨论一会,金星就自己在微博回应了, 节目做得好,收视率又居高,就遭到小人的嫉妒,停播背后的故事,观众很难知道,不过早在5月份,金星就在微博表示过脱口秀难走这个事实,在国内做脱口秀是非常艰难和敏感的事情,很多领域和话题根本不准碰和说的,如今,金星秀已成立史,不可否认,这是一档国内十分独特的脱口秀节目,有争议,也有认可,厂长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, 金星秀金星秀的首播,是在2015年1月28日,第一期的嘉宾,是当时刚登记结婚没得久的周迅,当时节目里还有关于周迅爱情里信念的特别介绍,我可以在爱情方面遍体鳞伤,我可以什么都不要,节目上,金星问周迅婚后想要几个孩子,周迅很惨然的说,两个,同时,周迅也在节目上说了对爱情的看法, 他说,男人的责任感非常重要,当然长得也不能太丑,节目播出后,首席收视便达到0.79,高居全国综艺节目同时段收视榜首,也创下了脱口秀节目收视的新记录,好的收视率,除了仰仗大牌嘉宾,当然也少不了金星的毒蛇,对明星,提到影香节,他说吸毒减肥, 纯属瞎说,还评价了范冰冰的,妩媚娘传奇,说,范爷要是演得超过当年刘晓庆的武则天,要给他鼓掌,要是胸能够超过巩绿的黄金甲,那也可以,心里的语言,幽默的表达方式,让金星秀一经播出就备受关注,观众看惯了主持人惯着明星,太想看到有人能直来直去地对明星了,金星秀的出现,填补了这个空白,所以,金星秀热度最高的,就是金星时不时的暴力, 金星秀和正面刚明星,当年的数字小姐,占据热搜整整一天,全民都在猜这个女演员是谁,还有众所周知是谁的H姓小鲜肉,矿泉水洗澡的玉女,这些化名的爆料,每次都能引起全民讨论,当然,除了化名,指名道姓的明卓队,也有超多,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上映时爆出马这线段,金星在节目里对了范冰冰,说过陈鹤,还跟刘嘉玲一起吐槽,说,中国的明星, 一一成名之后,生活都不能自理了,直来直去的对,让观众大呼过瘾,除了对,其实这档节目每一期都会讲一个社会热点,服务业叙事,广场舞扰民,小孩的教育问题等等,在讨论这些热点时,主持人金星也贡献了不少新的热点,当年著名的橙汁,让一干明星争着模仿,还有超火的完美梗,金星的阅历和精力, 让她的脱口秀变得超街地气,超能引起共鸣,特别是她在节目里包的那些毒鸡汤,真扎心了,把你们的眼泪收起来,要哭回家哭,幸福是晒不来的,哭着喊着晒幸福的都不可能是真的幸福,姑娘是越老越难嫁,不是因为姑娘老了不值钱了,而是因为姑娘越老,她的自我沉淀就越丰富, 尤其是这一句,最让人印象深刻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得让三分,人在犯我,斩草除根,说了这么多,金星秀直白,坦荡,主持人敢对,天不怕地不怕,那么这档节目就没有缺点了吗?当然不是,刚开始,观众还在看新鲜,觉得金星秀里的人好敢说也好能说,好犀利又不怕得罪人,但时间久了,一些问题就渐渐暴露了,比如, 主持人很喜欢在节目里劝人生孩子,说是生了孩子之后女人才会更饱满,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自己认同男尊女卑的观念,女人一定要有那种能够让人就觉得这个女人很有负导,就好过一点,你不要跟男人争高低,争高低有什么用,那是带你玩一玩,节目上拎得轻的犀利主持人,下了台阶有些直男癌前置,这让很多女性观众大呼受不了,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存在, 狭不掩瑜,金星秀出台的地方,还是不应该因缺点而被忽略,一般来说,提到金星秀,人们都会讨论金星,但实际上,除了金星,节目里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沈南也超有能力,中国好声音初期定的主持人就是她,刘嘉玲上节目的时候就夸奖沈南,说她接话接得很好,看过金星秀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,很多笑点有了沈南的配合,会变得更加好笑,所以知乎有人说, 如果金星秀没有小南,至少逊色三分,是金子,走到哪里都能发光,这句话,对金星秀来说也是,不可否认,长时间的聊热点,对明星一开始会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,但久而久之,观众也会渐渐审美疲劳,导致评价褒贬不一,但是,这档脱口秀的确做到了很多别的节目,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, 你不敢相信,会有主持人直接问朱英,你是不是爱过周星石,还敢在也光剧本事件之后,给来宾挖坑,问他跟王欧的关系,对他的看法,所以说,不论是节目,还是主持人,都有优秀的部分,尽管在网络上对这档节目批评的声音,已经远远超过了夸奖的声音,有质疑,有争议,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 我们要理性思考,感性待人,毕竟节目已经停播,以后你想骂也骂不到了。